深恨区土库里趁着周三共餐时间 举办重阳敬老庆祝活动 而为了要让长辈们开心 除了邀请歌星演唱外 区长黄美华更是以一席日本服装出现 现唱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 而随后还立即变装 和里长高太郎大跳海潮舞 让现场热闹滚滚 阿公阿妈们个个都看得笑呵呵 趁着周三共餐时间 深恨区土库里举办重阳敬老庆祝活动 两百位长者齐聚一堂 由区公所和里办公室 共同规划了表演节目 除了有歌星的演唱 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区长黄美华 亲自粉末登场 穿着一席日本传统服装 带来了经典歌曲 让现场的长辈鼓掌叫好 失去生命的遥遥的心 所以我求求你 不止如此 剧长黄美华就在下了舞台后 随即变装 马上与里长高太郎以及志工们 穿着夏威夷草裙大跳海潮舞 现场的气氛热闹滚滚 我从海潮舞 我从日本舞 我从带动大家唱 还有大家玩游戏 我希望让每个人家 都是哈哈大笑 都是非常的开心 我刚从表演的过程中 看到他们给我的回应 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感应 我有这样的机会为他们服务 尤其我们区长 从头到尾变装到秀 变装到尾 所以真的是很用心 还有大家的努力 志工的努力 准备很多猪脚面线的菜肴 让大家能够过一个 很快乐的重阳节 整场土库里的重阳建老活动 区长黄美华就包办了 四五个表演节目 他表示能够上台表演节目 给长辈看 博得他们开心一笑 可以说是欢喜无比 希望在重阳节之际 祝福深恨区每位长辈 都能够健康乐活 而土库里里长高太郎 和共餐职工 也特地准备了 猪脚面线和寿陶等等 让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 可以带回家享用 提前欢度这个属于 长辈们的快乐重阳节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深恨采访报道